我其實比阿輝以前出名 我當時一支燒爛 我先出名 然後那時候他其實 阿輝在圈內也是很多人 很疼他 看不到什麼 然後就新聞就出來了 紅了紅的未分期 江蕙就出來了 那時候還不叫江蕙 江淑蕙 對 其實以前的歌就很紅了 你就喝奶 燒杯的 早就很紅了 有一次的下班 我就聽完西藏鏡下來 要搭計程車 就有一個人坐進來 跟著他打下去 跟著他聽他的話 一直打到一個很偏偏的地方 燒烘烈 耳朵也一刀 耳朵後面掉下來 沒有啦 一半 我是有太誇張了 然後就雪一直滴 然後背後也有兩刀 那那背後那兩刀是氣胸 然後一直到醫院才乾 氣胸是有吹到氣 有 到肺膜那裡去了 對 那時候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你和江蕙是金童玉女 兩個是男女朋友 你怎麼不敢搶 那時候我年輕了 因為我也不知道沒什麼手法 那 應該是說我跟媽媽的感情 媽媽就是把那種 對我的寄託 呃 完全都放在我身上 感情的寄託啦 因為跟爸爸離開之後嘛 那 嗯 可能這也是一個原因 那再加上我自己 對事業上的 的不滿足 然後 心沒有定 然後 但是我覺得我們 在西藏廳那段時間 我們的交往 我們的友誼 我們這種 關係是非常好的 對 對 那 也因為年輕啦 年少輕狂 就是慢慢有一點 迷失方向的那種感覺 那時候 這個 江蕙有 會的意思說 我們倆可以結婚啊 還是說 談論期婚嫁 嗯 其實 有一段時間 我們有分開了 但是後來 我當兵回來 我們又有在一起 那 嗯 但是 那種感覺就 有點不 可能是怪我 當初自己 也是因為 有酗酒 嗯 對 然後有酗酒之後 整個人就比較 滿有鬥志 然後就 我也不知道 我 我那時候想法太複雜了 現在 江蕙 大家都很感到 就是他的癌症 要他的療養 你有什麼話要說 其實有一段時間 我 我有跟 他的好朋友 我們以前 常去的一個徐醫師 然後 都很關心他 然後 也想去看看他 那 他搬家了 所以找不到 他也很神秘 是 他也很神秘 所以我覺得 也是祝福他 因為 我自己也知道 我自己後來 自己 可以再站上 演唱會的舞台 那我也 他第一場的演出 我也去了 他打電話到 我特別飛飛來跟他合唱 嗯 我也很疼 然後 但是後來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希望他能夠放下啦 就是說 其實他 他其實 感情上 也可以找到好的對象 那就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唱歌 身體也健健康康 那這是老朋友很希望的一件事情 你覺得 跟江蕙的分手是 這樣說了 抱歉 是 歸咎於你比較多還是怎樣 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耶 怎麼會這樣 搗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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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去改水 跟我們愛公改水 不是我們 不是我們反對的喔 是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已經過去了 講這個也沒用了 對 那當時我 我其實 比阿飛以前是出名了嘛 對 我那時候一季 一季小季 我先出名了嘛 然後那時候他其實 阿飛在圈內也是很這樣 很疼他 看不下去 然後就 新聞就出來啦 紅了紅的未分期啦 江蕙就出來了 那時候還不叫江蕙啦 江蕙蕙 對 其實以前的歌就很紅了 你就喝奶 小杯的海外 炸就很紅了 你怎麼會叫獨四度 因為台灣那個環境 你可能知道說 那個什麼 有一個歌說什麼錢 他們不腳嗎 對 台灣錢不腳嗎 對 那時候剛好我們台灣 要起飛嘛 那個 那時候就你說的 你二十歲左右 對 那時候剛好台灣就很多的西餐廳 那西餐廳一開始是 一人自彈自唱的感覺 是民歌西餐廳 也是一人兩個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出來了 我剛好十五歲 國中沒有別的 我就住家庭章 然後就進去裡面自彈自唱 假裝成熟 對 那我在那段時間磨練很久 那生意就好像是慢慢越來越好 就覺得好像西餐廳 那慢慢就一個變成兩個 那有我一個 我們爸爸的學生 叫做阿鳳 他就把我帶去實際的政經醫 嗯 那時候政經醫 叫做 頂順義 阿鳳 一開始就是好像去 去跟他搭檔 好像也沒有正職 好像有一次就 好像這樣會沒有上班 我去代班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正式 喔 倒兵 我說倒兵 應該是 我那時候 阿鳳沒上班 阿鳳 啊 我開始被錄取了 那政經醫有時候就會沒有來 啊 然後就剛好 遞上去的就是江蕙 江蜀蕙 他都叫以前江蜀蕙 江蜀蕙 也不明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在西餐廳裡面唱歌 都唱得很開心 大家都 能彈能唱 然後各種歌曲都要去學 日本歌 台語歌 國語歌 甚至英文歌我們也唱 所以在那邊訓練這個基礎 也訓練得蠻不錯的 然後一直到18歲 我才開始錄唱片 嗯嗯 對 阿鳳說就是黑道 對啊 就是經濟越來越好嘛 我那時候跟阿姨搭檔 整個 都是爆滿的 譬如說我們節目八點開始 七點就開始排隊了 哇 然後整個都是蠻長的 然後他的節目 我們也差不多三四百的而已 做做的啊 對 那時候三四百的剩很大 對 那個時候就有那個 西餐廳的業者想要來說挖角 說叫我們去那裡做 要給我們更高的薪水 而且要給我們甘骨 哦 打垢 對對對 哦 很開心 然後我就問我哥哥 阿姨啊 我們要怎麼樣 要去嗎 我們去啊 不然沒有你先去 我隨後就來 我就先洗頭了 我就先去了 哦 那我去 有一次的下班 我就 聽完西餐廳下來 要 要搭計程車 就有一個人坐進來 我講 你開一堆 我講 聽一堆 一直開一堆 很騙騙的地方 映鳳爺 我沒辦法 我怕 哦 對 那個時候就開始有暴力傾向 所以那個時候西餐廳就開始有黑道在幕後裡面 嗯 所以你不聽話就給你教訓一下 所以我怎麼會騷擾 不騷擾 那那個時候根本也不懂了 我們家媽媽 純媽媽而已 媽媽 她也是家庭主婦 根本碰到這種事情 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就乖乖的繼續做 人單四孤 你就乖乖的繼續做 嗯 那我們那時候大概16歲被打 那17歲18歲 都都在西餐廳裡面跑 那這個老闆的媽媽都把我們姓姓水 我那時候 一小時也差不多 擔了一塊才6千塊的台幼而已 哈哈 也沒多 我擔了很多胃的啦 我譬如說我這個黃金時段 在天王時段兩小時 然後再去關店再拖兩小時 然後 宵夜的時候 我就去Club裡面再攤兩個鐘頭 大概已經6個鐘頭 那6、8、4、8 那時候攤4、5萬塊、5、6萬塊 很不錯 這樣很不錯 對啊 我就原封得到把薪水交給我媽媽 因為 那時候弟弟妹妹他們要上來台北念書 我就擔起那個家計 然後 一直到18歲就成名了 我有一間光美唱片透過黃銘老師 來天王時餐廳聽我唱歌 就跟我說 我沒有啦 黃銘老師可能跟我們爸爸以前都是好朋友 他也都是台南人 他就說 有一個唱片公司 他要做台語歌 他要跟台語歌報之後 比較年輕的對不對 他現在我就要18歲 17歲多 就要18歲 年輕的 他就幫我寫歌 他說我來幫你製作 我們來公立唱片公司好嗎 我那時候考慮一下 我說好啊 我們去錄唱片 然後 他說我有一間高峰要叫你去唱 唱一兩條歌 好嗎 媽媽要去做的你去唱一下 媽媽去拜託 我說 甘美鳳 不是八點要去做秀 他說七點半讓你快唱一唱 你就快逛過來 好啊 我一天就去 唱兩條歌唱一唱 媽媽就坐在後面 我就開去天王洗餐廳 國賓飯店的隔壁巷子 然後就把車子停好了 那我媽媽你沒什麼走 我先走 我走不走不走 然後我就先走先走 到那個 山德大樓的下面 突然之間就有聽到說 冰宏 我想冰宏是怎樣 阿乖 結果就化下來了 哎呦 冰宏就這樣化下來了 哎呦 然後他怎麼給我摸 那感覺好像摸了 因為跌跌而已嘛 冰宏是這樣跌跌的 要把你下來 然後耳朵也一刀 耳朵好像掉下來 哎呦 沒有啦一半啦 我是有太誇張了 然後就雪一直滴嘛 然後背後也有兩刀 那背後那兩刀是氣胸 然後一直到醫院才乾淨 雪胸是有吹到氣呢 有 有到那個肺膜那裡去了 對 然後我那個雪胸是到最後的時候 那裡 穿過一招一招就對了 然後 那個時候其實 因為你雪胸了 很緊張嘛 因為對我這種事 然後突然間 我們南部的親戚上來 然後要捧場 要來看我 結果看了 英宏你怎麼撈火 然後馬上就把我拉著 然後就 好像還有一個 因為我表妹的老師 就跟著我們這樣上計程車 我們講趕快 趕快到醫院去 趕快到醫院 大家都說 不知道怎麼說 怎麼去哪裡 結果一直洗 一直洗 洗一招一招 然後去對面的馬蓋 對面的馬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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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痛死了 很痛啊 嗯